欢迎来到美厅 人世间最值得的修行莫过于以下四种 人们常说生命是一场修行 那么何谓修行 从字面上说 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 此曰 事者如私服不舍昼夜 时光如梭 岁月匆匆 人世间最值得的修行莫过于以下四种 一 在父母跟前修孝心 弟子归开篇集说 弟子归 圣人训守孝涕 百善孝为先 父母是生命之源 孝顺是福报缘起 一个人只要笑了 往往就顺了 在戏曲《舞女拜寿》中 侍郎杨继康举行六十大寿 家贫的三女儿送上亲手做的寿鞋 却被众人嘲笑 更被养母赶了出去 后来 杨继康遭陷害而被革职抄家 而四个富贵的女儿全都不敢收留 听闻此讯 三女儿在风雪中找到父母 面对泪流满面的父母 她宽慰道 养育之恩 无以为报 遂将杨家二老接回家 悉心释放 多年后 三女婿进入仕途扳倒奸人 杨父官父缘职后 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此曰 立身有意义 而孝为本 孝 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 为人子女 最应该修的 就是对父母的孝心 一 养其身 赡养父母 既是法定义务 又是天道人伦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养其身 就要让年迈的父母 有屋可住 有衣暖身 有失保护 二 乐其心 听到父母 东家长 西家短的续道时 附和着说说笑笑 看到父母压箱底的宝贝时 两眼放光地欣赏一番 发现父母被各种APP晃晕了眼时 不厌其烦地反复示范 乐其心 就是要父母找得到存在感 守得住就情怀 跟得上新时代 忌其身 大孝 终身慕父母 有人 clo 季成遗愿 完成父母的梦想 有人 季成传统 成为 像父母 那样的人 有人 季成遗志 将父母的光和热 更上一层楼 佛曰 孝顺父母 是天下 低福田 善待父母 长存感恩之心 成全父母 长怀体谅之情 一个人只有修好孝心 才修得了后世的枝繁叶茂 化开富贵 二 在子女身边修脾气 蔡根坛中说 性造心粗者 一事无成 心平弃合者 百服自己 脾气和福获 是息息相关的 脾气越差 霉运越胜 脾气越温 福报越深 年轻时 曾国藩两度落榜 返家时 他四处游玩 还借了一百两银子买书 这金额 相当于支县近三年的俸禄 回到家中 曾国藩惶恐不安 但父亲 既没哀叹他落地 也没责备他网归 更没痛批他借钱一事 他只说 钱 我来还 书 你细读 父亲的接纳 震撼着曾国藩的心 从此 他无一日不读书地发愤图强 忠诚一代 忠心名臣 佛约 趁是心中火 能烧功德林 趁心移动 福气尽毁 为人父母 最应该要修的 就是对子女的好脾气 现实中 父母情绪失控的背后 要么是在外积攒的怒气 要么是交不了的 无力感爆发的崩溃 由此 变得暴躁或自卑 养娃一生 操心一事 作为父母 要如何修自己的脾气呢 一 有排遣情绪的途径 爱孩子 先要学会爱自己 多跑步 看书 旅游 交友 用积极的心态 对抗生活的压力 更为孩子树立阳光的榜样 二 多学习育儿知识 焦虑 长远于无知 比如托拉摩层 那是因为 孩子大脑神经的额叶 还没发育好 以致他容易兴奋 走神 当你懂得儿童发展规律 就能接纳孩子的很多行为 三 利用黄金十二秒 暴风雨般的愤怒 一般只持续十二秒 过后就会风平浪静 脾气上来了 可暂时离开或莫数十二秒 让愤怒等级不断下降 脾气好 凡事就会好 人生下半场 拼的是孩子 为人父母 修得好脾气 才能修得孩子的好状态 修得后半生的运气与福气 三 在夫妻之间 修忠诚 古人常说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年 夫妻是前世的因 今生的缘 为人夫 为人妇 最应该修的 就是彼此的忠诚守护 唐朝时 太宗想把女儿嫁给开国功臣玉池公 玉池公很惶恐 思虑再三 他谢绝道 谢陛下赐婚 只是 我的妻子虽然普通 却是贫贱之交 感情深厚 而我也仰慕古人父母一妻的美德 希望您收回此恩德 太宗大赞 周国平说 人到中年 一部分人 把婚姻过程好的人间 而一部分人 却把婚姻过程 糟透了的地狱 地狱与人间的差别 就在于夫妻之间 是否修得了忠诚 受道德约束 在道德中修忠诚 就是修一份 自我约束的自制力 对有心人的撩拨 当明确拒绝 对无意的好感顿生 当及时刹车 对可能的危险情境 当避而远之 精神上不出错 才有彼此的琴瑟和明 肉体上不出轨 才有相互的从意而终 相爱容易 相守难 婚姻持续幸福的秘诀 就在于 彼此修一份志趣相投 一方面要尊重 包容对方的兴趣 另一方面 是能够有意识地发展 共同爱好 比如一起参加社区表演 一起在家看看书 试弄花草 一起丈量大好河山 少年夫妻老来伴 所有婚姻的交集和续集 都取决于彼此忠诚的维护 夫妻间修得了忠诚 才能修得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四 在朋友面前修诚信 北宋里学家诚意说 以诚感人者 人一诚而应 信任是相互的 你若以诚待人 他人必能感应 而真诚回馈 东汉时 范氏与张绍一同游学 十分投缘 后来 两人各自告假回乡 临行前 范氏说 两年后 我们再聚 两年后 约定之妻一道 张绍让母亲准备酒席 母亲却说 人家随口一说 何必挡真 而张绍坚持要杀鸡温酒 天黑之时 风尘仆仆的范氏如约而至 两人不甚欢喜 把酒言欢 自此 留下了基数之交的美谈 古语有缘 车无缘不行 人无信不利 朋友之间 最应该修的 就是一诺千金的诚信 一来 要以诚待人 做不到的事 应坦诚告知 作家三毛说 不要害怕拒绝他人 如果自己的理由 处于正当 无论是谁 其实他开口提要求时 内心早已知晓两种答案 要么答应 要么拒绝 拒绝 是一个人的权利 无需忍气吞声地取悦别人 二来 要以信处事 冲动是魔鬼 即便是做得到的事 也应三思而后行 比如 是否违背道义 会不会有突发状况 一旦允诺 定说到做到 俗话有说 金杯银杯 不如自己的口碑 以信处事 就是要做到 不因事大而难为 不因事小而不为 不因事多而妄为 不因事杂而错为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 你生命中的一切 都是你吸引而来的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一个人 修得了以承代人 定修得到真诚的尊重与理解 修得了以信处事 定修得到冥冥中的贵人和 不期而遇的好运 苏氏有言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生活是道场 修行是人生 修孝心 让父母安详晚眠 修脾气 让孩子健康成长 修忠诚 与爱人相伴相守 修诚信 与朋友守望相助 如此 定能在迎来送往中 不慌不忙地耕耘出 生命的极致风营 福泽深厚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